去年还记得前线暗示过什么 因为发现到美股 台股 韩股 凭创历史新高 亚洲股是很多的创历史新高 偏偏落股是落后的 所以我们就大胆假设 2021的今年 落股会落后不涨 果然在我们过年期间 我把亚股超级比一比一 这么一比 先跟您报告 我们过年时间 亚股我算2月8号到2月16号 往下 入股2月10号就开始过年了 直到这个礼拜四才会开红盘 就算算到2月10号 入股就封关了 但您看 深圳股市涨幅还是第一名 上证4.54也不算小 险进入股的落后补涨 已经开始发动了 其他的因为他们都有交易 但能够继续涨了 因此庆隆请上来 我就要问了 年后明天过后 礼拜四之后 入股落后补涨还会吗 那入股ETF正二 大家很热门的 又爱做的正二 633L 655L 637L这三档 请问入股ETF正二的怎么操作 还有有配息的739-00882 就是两档 有配息的入股ETF可以挑吗 怎么挑答案 年后入股一定会补涨 而且它会涨到今年年底 真的还假的 对啊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结论 那主要的原因 其实入股大概2月18号 即将开市 那它最大的一个补涨的理由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它 基期真的太低了 上证的指数最高在6200点 现在它才在3600点 一半而已 这个基期低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尤其在全球股市创新高的情况 那另外一个 尤其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其实A股 它入膜入腹入标的这个资金 效益会持续的增加 那另外一个从经济面来看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中国大陆已经成功的取代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 然后预计到2028年的时候 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他们其实这几年 其实中国已经逼近了 美国的消费的一个 总消费力大 对 但是去年 因为整个疫情的影响 美国萎缩的特别快 那英国的智库认为 2028年 其实会成为全球的最大经济体 所以如果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 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又有所谓的 入膜入腹入标的这个资金效益 再加上激其低 当然入股的ETF绝对可以投资 所以观众朋友 您很聪明 大家就去向众这些入股的ETF 而且大家习惯的还喜欢做 两倍的 对 两倍的正日 你爱做 当然会有风险 但是你爱做 就让庆隆教您怎么做 来 对 那两倍的 其实我们以这个元大互升 这个300正2来当做例子 那我觉得这档的ETF 它现在目前的股价 已经创的历史新高了 其实它就不要 既然创了死高 就不要预设高点 才能将这个获利的极大化 但是如果你短线 什么时候想获利 我回去观察之后 发现其实有一个可以参考的 其实就是它的指数 跟月线的乖离率 如果出现过大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也许在短线上 可以进行所谓的停利的操作 月线在这儿 股价涨着涨着 路股 00637L 它来到这儿 正乖离太大 可能就可以停利出场 短线停利出场 对 那上面这张图 其实是从2019年到2021年 这个粉红色线 这个是所谓的月线 然后下面的这个橘色线 其实是它当时的股价 跟月线的乖离率 对 你看就是这边 然后这边比较高的正乖离率 对 你看2019年的3月4号的时候 乖离率其实有来到24% 这个已经超过两成以上了 所以它后来就酝酿了 股价修正到月线 甚至月线以下的压力 那甚至在2020年7月的时候 它的股价跟月线的正乖离 来到33% 也非常高 所以它也酝酿了 因为这个会出现这么大的正乖离 一定是急涨 急涨之后 它就酝酿了它修正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你在正乖离 在将近20% 30%的时候 你进行停利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获利在最高点 那到目前为止 虽然这个元大护身300增二 它的收盘价在32.88 感觉好像创死高 但是它现在目前与月线 以2月5号来讲 正乖离才5%而已 还相差蛮远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等到 大家与月线的正乖离 超过20%以上的时候 再来思考是否要停利的一个准备 好 那我问你 是不是入股EDF正二两倍的 几乎都可以试用 我要问的是买点 我到底是要等到 它修正正乖离的这个来买 还是来到了这是正乖离 还是来到负乖离 月线在这 它离它比较远 这叫负乖离 负乖离的时候再来买 再问提依 然后正乖离两成的时候 正乖离两成再来卖 到底买点怎么买 买点其实这两个都可以买 一个是修正到月线的时候 是一个买点 然后呈现负乖离的时候 因为EDF它不会踩到地雷股的风险 那负乖离越大的时候 你越可以买 那我就修正正乖离买一张 真的来到了负乖离买两张 因为便宜嘛 等到正乖离来到两成的时候 卖掉 卖掉就这样 对就买低卖高 买低卖高 所以入股的正二两倍的这种EDF 都可以这么做了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因为入股有两档是有配息的 包括00882 那这场线有入股ETF可以当存股吗 第一个面向 你要记住买任何的ETF 市价绝对要小于净值 千万不要买到溢价这个部分 对因为市价比净值来的低 这叫折价 你才叫做买便宜 你如果它很高 就溢价就买贵了 对那刚才有提到 那个中信的这个高股息的部分 它其实2月4号挂牌的时候 它的溢价已经来到1.66% 不追了 不追了 先不追了 2月5号也稍微收敛 但是目前还是属于溢价的部分 那第二个当然我们要看 那个日均量要超过1000张以上 这个才会方便流通性加好进出 不过那个00882这个爆出了7万多张 对7万张 那另外一档像刚才那个 元大NSCI的这个A股就没有到1000张 所以我觉得它的流通性是比较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ETF 你都要去买这个涵盖 在中国最有竞争力的前50大企业 避免你买到地雷股 造成这个非系统性风险的原因 没错 那其实刚才提到这个中信 中国的这个高股息 它确实是买50大最有竞 不只是最有竞争力 是最有高股息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的企业 就是中国大陆入股当中 入企当中 权重大的都被00882爆进来 所以我们插播一下00882好不好 虽然它只有两根 但是因为太多人涌进去了 量了7万2000多张 所以请问 因为你刚刚说它的溢价是1点多 这一天的时候 收盘的时候 它还来到1.66% 如果盘中的时候 那个更超过2%以上 那请问如果它溢价 来到了1%附近 我可以站在买方吗 其实如果你就保守的立场 确实是可以 因为它的殖利率预估 发行公司预估大概都有7%以上 这是非常高的 不过重点来了 其实我们投资入股 其实重点是要看它入膜 入富 入标的资金的一个效益 那刚才这一档的中国的这个高股息 中信发的高股息 它是投资香港挂牌的企业 它并不是A股 我跟您报告 如果投资境内的大陆的A股 是都没有配息的 它的息是回归到净值 除非你那个A股大陆企业 挂在港股那边才有配息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会稍微 我觉得大概就要不一样了 那如果其实就中长线 可以存股 我一直都认为像这种 什么中国A50的 其实是蛮不错投资的标的 那目前发行不止国泰 中信也有发行中国A50 就是集合前50大的这个企业 那你的进出点买卖 其实我后来抓了一下 有一个方式还蛮好赚的 其实就是当月KT 呈现黄金交叉的时候买进 死亡交叉的时候卖出 就这边看2017年5月 月KT黄金交叉在16.82 2018年2月死亡交叉 22.14卖出赚31% 2019年黄金交叉18.23买进 死亡交叉21.11卖出赚15% 那去年的6月呈现黄金交叉 股价在20.94 目前已经赚了43% 还不需要获利了解 OK OK 不错 所以就照着这个限度这样子 买卖买卖 对 在下面的是月KT指标 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用在 这个中国A50 不管是国泰或中信的A50 都适合用这样子去做 长线存股的方式 好 给新农 非常谢谢您 带提醒您00636 它是没有配息的 而且入股ETF都没有涨跌幅限制 再次提醒您整理一下咯 过年期间 陆股强劲的落后补账 所以热门入股ETF 您该如何选择呢 他说得好 他说到今年年底 入股都还有补涨的机会 只因为它低基期 所以如果入股ETF 挣二两倍 您就顺着他教您的策略做咯 当正乖离超过20%的时候卖 来到了复乖离 或修正正乖离的时候买 再次入股ETF挣二两倍 请做短线哦 因为它是杠杆行的 但是如果入股ETF有配息 可以当存股吗 当然可以 存股什么方法 透过了像包括了月KD 黄金交叉买死亡交叉卖 就这么简单 与您做分享 还要再掌握的是明天月行 请上来 明天台股 1月2月17号 礼拜三正式开红盘 该注意呢 好 第一个明天开红盘 就是二月起选的一个结算 所以你在当天二月 就会结算掉 我们做三月的合约 那震荡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我们记得顺势操作 那再来就是在过年期间 有利多的这些个股 包含像是台积电环球金 他们的个股表现 明天能不能够开高走高 稳在盘上 台积电在封关的时候 是六百三十二块 他明天涨停板是六百九十五块 还没办法看到七百 七百可能是之后 那再来前高16238 能不能够压力转为支撑 回撤的时候要把它守住 那在油价上涨 所带来一个利多的消息 我们可以观察在塑化股 还有商品货币 包含像比特币之类 还有大众物资 包含黄小玉 那再来我们就是观察在台币 是不是能够再次挑战 升破二十八的大关 台积电也机会见到七次头 但不是明天 因为明天涨泥板 也不会见到七次头 他在七次等得到的 越皇说得好 顺势操作 观众朋友请看 现在晚上十一点半了 美国股市 创立是新高 休息了一天礼拜一 礼拜二的此刻还在涨 但幅度好像有点温温的 只是能不能再创历史新高 不知道 索定大夫的深夜新闻 听看看 美国又发生什么好消息了吗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